王金平的院长职务峰回路转 究竟结果如何 两方阵营各有认知 不过不论如何 立法院下个会期将在下星期二开议 确定王金平会主持会议 而行政院长江一华也会到国会进行施政报告 不过能不能上台还是未知数 民进党今天就表态会让江一华上台 但是前提是江一华必须要先公开道歉 因为前几天江一华曾经说 已经做好没有王金平院长的准备 同时这个时候外界也都很好奇 王金平江一华两个人面对面会不会很尴尬 王金平早上回应说不尴尬 因为这些人都是他心中的菩萨 王金平申请假处分获准 暂时保住立院龙头宝座 下个星期二立院新会期就要开议 行政院长江一华将进行施政报告 并被质询 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菩萨 那么他们给我一个逆征上演 让我能够更为平静 我一定还是以尊重和礼遇的 这样一个心情和态度来处理 他到院里边来做报告的情况 何况这些所谓的 所有他进到立委员来 他是行使这个宪法给他的一些义务 到时候场面恐怕很尴尬 不过王金平倒是平常心看待 江一华曾表示已经做好 没有王金平院长的准备 加上国民党已经撤销王金平的党籍 江一华去立法院等于是替王金平的身份背书 但不去立院又恐怕引发宪政危机 尽管国民党内部对王金平 是不是立委还有正义 但多数人还是希望开议顺利 只是立于立委要江一华先道歉 所以江一华如果要来立法院报告的话 应该先向全国人民道歉 同时应该赴金请罪 向王金平院长跟立法院道歉 为了他发动九位政争来道歉 否则的话我看很多立委都准备好了 准备在他要来立法院报告的那一天 让他好看 台义由王金平主持议事 江一华上台报告 两个人的互动备受大家瞩目 优电TV前子民萧比仪台北报道